树梅亮光滑坡夜空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射极因素真果树弹道飞弹 为报复乌军以英美长城飞弹攻打俄罗斯本土震惊全球 乌克兰军情当局公布数据 这枚飞弹飞行时间15分钟 最大速度超过11马赫 装配6枚弹头 每一枚弹头还6枚子弹头 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发射 直到集中乌克兰中东部大城地面波罗 俄罗斯总统普丁开枪 会在战斗条件下对这种飞弹进行更多测试 已经下令量产 俄方声称这款飞弹目前没有任何防空系统能阻拦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经济汉蒙国商讨 希望更新空防系统 而对于美国声称发射前有收到俄罗斯通知 克林努林公驳斥 俄罗斯没有义务这么做 俄乌局势大升级 俄罗斯剧情仍需透露 普丁愿意与未来的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停火协议 可能同意俄军从哈尔科夫撤军 但不会在领土上做出任何重大让步 例如克里米亚半岛 并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并改由联合国武厂保护 对于原俄有功的北韩 南韩军情单位透露 北韩获得俄国提供的防空飞弹 及加强首都平壤空防 作为派兵补偿 军事实力可能因此升级 记得赶快众口报导